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行情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藝昂哲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宇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盤表現 台子今天上漲97點來開出 最低點出現在早上8點45分 來到16675 那麼最高點出現在接近收盤的時候 來到16842 整個震盪區間放大到167點 而現貨的成交量也增加 來到了2829億 那麼今天老師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靜觀其變 各位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下這麼一個標題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美國公佈了8月份的 消費者物價指數 其實是高於市場的預期 這就代表整個通貨膨脹的壓力 還是存在的 那麼在盤中 這個利空衝刺的情況之下 美工股市劇烈震盪 但是呢 在盤中消化完畢之後 最後還是漲多跌少 那麼也使得今天台子 有機會延續昨天夜盤的走勢 今天是以高盤來開出 那麼各位投資朋友 昨天台子在尾盤的時候 勉勉強強守住了月線的支撐 那麼今天是開高走高沿路大漲 尤其是呢 幾乎是人手一檔的AI族群 今天股價終於有了表現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股票老師 心裡面簡直是樂翻天 在捷琳舞裡面手舞足道不說 但是呢 究竟這一波的漲勢能不能夠延續 待會老師會來跟大家做分析 那麼畢竟已經跌了半個多月 難得出現一次的上漲 的確是值得開心的 不過呢 對於我們做指數的人來說 我們從來都不需要看行情的臉色 今天只要有波動 只要有機會 我們就有進場操作的這個空間 所以呢 最重要的就是呢 每天早上你必須要準確的 判斷出今天的盤式結構 那麼怎麼樣能夠快速的判斷結構呢 可以透過我們的看盤口訣 穩盤靠現貨公視看期貨 各位投資朋友 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個字 我說過 只要你能夠熟練的運用它 就能夠比其他人 更快速掌握今天的行情 以今天的行情來講 早上開高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期貨跟現貨的漲幅啊 是相當的接近 不過呢 這個電子期的漲幅 卻是遙遙領先台子 也領先金融期 所以按照過去我們看盤的經驗 今天是屬於一個多方控盤的局面 但是呢 在整個價差沒有拉大之前啊 還是要特別留意 盤中從高點反轉的可能性 所以呢 如果在每天早上 你能夠快速掌握今天的行情 我相信當行情出現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選擇一個正確的應對方式 而不是隨著行情上上下下 一下子看漲一下子看跌 如果你真的沒有時間來準備這些資料 也沒關係 你只要跟著我進場 每天我會在第一時間 幫大家整理好這些數據 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今天早上9點05分 各位 在早上大盤開盤 只有短短的5分鐘之內 老師會透過台子的成交量 大盤的成交量 期限貨之間價差的變化 還有老師操作的經驗 給會員朋友第一手的分析 今天台子前5分鐘 成交了3465口 你可以看到 遠遠高過於過去的5日均量2725口 那麼現貨今天開盤是成交了96億 也是高於過去的5日均量87億 在其現貨成交量放大波動率上升的情況之下 要記得還原今天除息影響點數 由於有台積電的關係 今天高達了25點 所以早盤在期限或漲幅相近的情況之下 電子漲幅領先 台子跟金融 顯示什麼 多方控盤 但力道有限 要留意急漲後的拉回 所以各位 如果在每天早上都會收到這個數據 我相信對你的操作一定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麼除了了解到今天整個盤式結構之外 今天早上開盤就已經大漲了100點左右 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資朋友對於今天早上一開盤大漲100點 心裡面想做多又怕開高走低對不對 但是做空的話又怕一路被嘎上去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如果你能夠知道今天開盤的時候 主力是做多還是放空 這時候對你的操作來講是不是就能夠更加有把握 那麼怎麼樣能夠掌握到主力開盤的多空動向 很簡單透過我們的獨門指標 就是我們的預估開盤價 今天的預估開盤價是16648 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開盤之前 我們系統會計算出來一個預估價 代表今天台子正常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開在這個價位 那麼等到實際開盤之後 把實際開盤價跟預估價做比較 一秒鐘就能夠知道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來看一下早上所公佈的一個截圖 今天是9月14號 光束指標預估開盤價16648 今天的實際開盤價是16676 16676高於16648將近快要30點喔 所以呢今天一開盤就有明顯的差距 那麼我們再看到 今天公佈的時間是在8點39分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的會員在開盤之前都會收到這個預估價 等到開盤之後 16676大於16648 就是這麼簡單的算數 小學生都看得懂 所以呢今天低筆單 我們就跟著來主力進場來做多 那麼除此之外呢 今天比較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除了在一開盤8點45分 16676開盤價做多之外 在同一個時間8點45分 16680再做多一筆 甚至呢在同一個時間 也突破了我們的多方加速點16690 等於是說在1分鐘之內 連續進了3筆多單 在過去是非常少見 這就代表怎麼樣 今天的趨勢非常明顯 如果今天能夠按照我們的指標來進場 一開盤3筆多單就已經讓你立於不敗之地 今天不管平常在哪裡 你只有賺多賺少的問題而已 那麼剛剛在早上我們有說過 要留意盤中的轉折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特別注意 價差的變化 今天早盤價差最大的地方 就在我們圈起來這個位置 正47.75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就要特別注意到 有沒有比這個價差更大的點位出現 這時候往往就是進場做空的一個契機 那麼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各位一直到這個地方 今天在將近過了12點之後 來到了這個地方有正53.12 瞬間突破 所以呢在這裡我們進 把這個啊 在這裡做空 第一筆單是在16816 12.06分 那麼第二筆單是在12.13分 16820 那麼你可以看到 雖然這兩筆空單 在最後1.40分的時候 我們平常在16832 雖然出現的停損大概是20點左右 可是呢 從開盤進場做多 一直到我們這個價差發布啊 反手做空的情況之下 一口單就有高達140點的價差 今天不要多啦 一口單每一次進場賺100點就好 三次進場三筆單就是300點 如果你每一次進場用兩口台紙來操作 至少有600點的價差 600點的價差超過新台幣12萬 而且呢我們來看一下 早上會員收到的簡訊 絕對不是老師啊 隨便說說的 首先第一個 在8點45分 9月起始開盤價附近 市價做多 再來 8點45分 新商買進9月起始16680附近 收訊後市價做多 這就是我們的開盤光束指標 多通光束指標 大數據運算領先全市場 開盤就出手 讓你在起跑點 早上5點台紙夜盤休息了 6點一到 每股期貨開始起跑 7點半日經動起來了 8點整 韓股也跟上腳步 透過小稻蟲 小SMP500 小納斯大克 日經及韓國股市 在台紙8點45開盤前的 漲跌幅度 及近期與台紙的連動性 加以計算 就能得到 台紙在8點45的 預估開盤價 若實際開盤價 大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 多方力道進行 當天盤市通常上漲機會大 若實際開盤價 小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 空方力道進行 當天盤市通常下跌機會大 市場真正領先指標 開盤就知盤市強弱 我們的光速指標是市場上 真正唯一的領先指標 做股票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大戶究竟是怎麼做的 同樣的道理 如果在做當衝的當下 你能夠在一開盤 掌握主力多空動向 這時候你跟著進場 你的勝算 就會比別人來得更高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8點45分 9月起止16690附近 收訊後市價做多 這就是我們的當衝智能指標 多空智能指標 投資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盤中 下跌的時候進場放空 結果行情馬上反彈 當行情在盤中急漲的時候 進場做多 結果行情又出現散轉 行情震盪明明不大 卻被扒過來扒過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標 就能解決你的困擾 每天開盤前 透過系統運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區 與盤中轉折點 透過程式計算出 近日盤中多空關鍵價位 當行情突破多方關鍵點 就會加速上漲 跌過空方關鍵點 就會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點 就不會在盤中浪費子彈 讓你爬得更簡單 獲利更輕鬆 今天不管是光速指標 還是智能指標 雖然計算的方法 跟邏輯不一樣 但是都能夠幫助會員朋友 找到當天非常好的切入點位 尤其是 如果當短時間 所有的指標同時觸發 只向同一個方向 這就代表當天的趨勢 更加的明顯 所以我們的會員 多指標來搭配 他的勝算自然能夠更加的提升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早上9點34分 我們說今天盤中正價差出現最大 是在9點26的正47.45 由於上方有季線 及大量區的反壓 如果盤中出現更大的價差 會出現反轉 我們將進場做空 請靜待指令 所以在12點06分的時候 我們在16816做空 再來12點13分 16820做空 再來下午1點40分 平昌在16832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 我們所有的操作都是有頻有距 絕對不是靠著直覺 這時候一下子拆高點 一下子拆低點 唯有這種進退有距 操作有所本 這樣子下來 你才能夠成為市場上的常勝均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開盤強勢掃描 除了早上在9點05分 給了第一手報告之外 當9點20分左右 有越來越多的資訊進來 老師還會整理一個 更詳細的多空關鍵 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個 美國8月CPI高於預期 每股劇烈震盪 中場市漲多跌少 第二個 開盤價高於預估價 電子期漲幅領先 金融顯示多方控盤 那麼第三個 台子連兩日反彈 成交量及OI 也就是未平常量下滑 籌碼動能有隱憂 第四個 台子在16750為成交的密集區 據套牢以及季線的雙重反壓 如果在每天早上 9點20分左右 你也能夠收到 我替會員所準備的 開盤強勢掃描 我相信你就能在 最短的時間裡面 充分掌握今天盤上 所有的多空重點 包含了技術面 包含了籌碼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漲跌 通通都在裡面 比如像過去一樣 有多單的人只看利多 有空單的人只看利空 從現在開始 不用自己辛辛苦苦的找資料 你只要動動你的手指 打開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現在 還不是我的會員 留下你的聯絡電話 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 助理會來幫你做設定 早上的時間 就能跟會員同步 接收到我的訊息 今天不管是想做多 還是想放空 你只要了解到整個盤式結構 自然就能夠趨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這些資訊 完全免費 那麼也可以掃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訂閱我的頻道 只要最新的解盤影片 最新的教學影片 就能夠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緊急公告 超人氣 千里眼波段策略系統 掌握波段的最佳首選 行情反彈 不用懸鼓也能贏 行情回檔 不用擔心照樣賺 一起創造贏家人生 為了替會員創造穩定表現 避免出現滑架 最後限額10位 立刻跟著我們行情大口咬 現在立即來電 02-2542-8999 2542-8999 緊急公告 超人氣 千里眼波段策略系統 掌握波段的最佳首選 行情反彈 不用懸鼓也能贏 行情回檔 不用擔心照樣賺 一起創造贏家人生 為了替會員創造穩定表現 避免出現滑架 最後限額10位 立刻跟著我們行情大口咬 現在立即來電 02-2542-8999 2542-899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我們再來看到 以道琼指數來講 昨天劇烈震盪之後 它是小幅收黑 但是關鍵就在於說 目前呢 它還是面臨著這個趨勢線的反壓 不過呢月線開始有逐漸走平的跡象 剛剛呢 我們在開頭的時候 下的標題叫做靜觀其變 所以呢 待會老師要告訴大家 真正重要的觀察 就是要在於納薩克指數 你可以看到 從前波高點一直延伸過來的地方 這幾天都是在這個趨勢線下方來做震盪 那麼呢 加上月線開始轉折向上 所以在這裡 多空勢必要進行一個正式的對決 一旦呢它往上突破下降反壓 就有機會展開波段的反彈 而在這個時候 當然對我們台北股市來講 就有相當正面的一個推升的力道 但相對的 如果在趨勢線反壓一直往下延伸 那麼不小心又跌破月線的話 從技術面來看 它勢必要來回撤前波的低點 所以我說靜觀其變 除了本身我們自己要有條件之外 當然國際股市變化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加權指數的部分 上一次呢在這個地方出現了 所謂的凹洞量代表有變盤的機會 使得行情開始出現震盪往上 但是在上禮拜出現連續四天的拉回 一直到這裡出現了大量 你可以看到 我們說價跌量說 當出現凹洞量它是變盤的契機 但如果出現爆量也代表籌碼鬆動 有人開始退場 行情往往就有反彈的機會 那麼相對的今天出現爆量藏紅 所以從價量關係上來看 會不會也是出現短線的高點 值得我們注意 所以更重要的 我們就是要來觀察台子期的指標 台子期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上一次出現這三角收斂型態 高達一個月的整理 那麼經過連續一個禮拜的下方 出現震盪 今天開高走高 其實如果在這裡能夠順勢往上 那將會形成所謂的破底翻的形態 因為在技術面非常弱勢的情況之下 開高走高代表多方 是非常具有相當大的企圖心 但是重點來了 我們要來看一下未平昌亮的表現 那麼這邊中線的位置16695 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今天開高之後直接越過 你可以看到技術面它已經佔了優勢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從未平昌亮從65999三天之前 到昨天來到64256 所以在月線附近 其實大家都退場觀望 多空都是一樣 造成籌碼動能下滑 那麼今天開高走高之後 各位非常的誇張 未平昌亮一口氣增加來到70502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過去一個多月以來 單日未平昌亮增加最快的一次 這也就表示今天開高走高 多空大家都留在場內 代表期貨籌碼的動能 非常非常的充沛 創下了近期新高 表示行情有機會持續的往上 所以按照目前本身台紙的技術 這個籌碼的動能來看 現在籌碼動能是相當的充沛 但如果能夠搭配美國股市 尤其是納薩克 經過昨天公佈CPI的利空 利空不跌之後 如果有機會 向上一步來突破技術性的反壓 搭配我們的這個未平昌亮的動能 我認為行情還有機會持續向上 但是重點來了 這一段時間 每天幾乎漲的都是不同類型的股票 如果行情持續往上反攻 你能有把握 漲的都是你手上的持股嗎 我相信大家都沒有把握 可是怎麼辦呢 這時候如果你能夠透過做指數 不管就像今天一樣 不管漲什麼類股 你通通都不會錯過 甚至當行情往下的時候 你也可以透過指數來賺價差 規避股價下跌這個風險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張圖 大家看一下 左邊是不是一個藍色 比較淺藍色 右邊看起來是一個深藍色的圖形 我想沒有錯吧 正常人都會這樣子回答 但是事實上我要告訴你 這兩邊完全是一樣的顏色 你不相信嗎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把它做一個移動之後 你會發現到 這兩邊其實是完全一模模一樣樣 這就代表 有時候我們眼睛看到的 耳朵聽到的 不見得是事情的真相 所以往往我們在判斷趨勢的時候 很容易受到周遭資訊的影響 那怎麼辦 很簡單 這時候如果能夠有一個好的城市 來幫你來找尋 接下來行情發展的方向 是不是就能夠減輕你看盤的壓力 我們的千里眼波段策略下單系統 是老師20年來的實戰經驗 所轉化成的將近100支的指標 在這100支的指標裡面 我會挑選出5支最符合現在行情的策略 把它包裝成一個投資模組 為什麼要5支策略 因為同時要掌握短線中線長線 還有逆勢加碼的機會 如果只有一支策略兩支策略 常常會出現一旦下車之後 你很難或是很久之後才會再上車 所以多策略才能夠 讓這個行情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 而且就是因為都是老師自己的策略 我可以隨時來調整參數 還有調整出手的頻率 這樣子才能夠保持長期穩定的績效 你想想看 有很多的券商跟期貨商 都很多自營部的人才 如果今天只是買一套軟體 放在那裡自己就會賺錢的話 就不需要這麼多人對不對 那需要這麼多的人才 最重要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要需要時時刻刻 來關注行情的變化來調整參數 這樣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 所以過去如果你是買軟體 你自己回去看 時間一久了不準 那也是理所當然 最好的策略就是像老師一樣 讓我用這種法人的方式 來幫助你掌握波段的行情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千里眼波段策略系統 從8月17號開倉開始 比如說8月17號9點18分 16281買進 那麼所有的箭頭 每一支箭頭綠色就是往下 就是做空 紅色就是往上 那麼所有的上面 我們都是清清楚楚的交代 但由於畫面的比較擁擠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最前面跟最後面 拿出來跟大家做介紹 以今天為 今天我來做一個例子 今天9月14號 9月9點18分 16785的地方 開高之後我們多單先行退場 那麼可是呢 接下來在9點45分 16775再往上過高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的短多單再度進場 因為聞到了還有賺錢的機會 所以我們在16775再進場 那麼在尾盤的時候 16多少 813 這時候獲利了結 所以這邊又賺了一段 你不要小看這樣子 就是因為多策略 在這種上下震盪的行情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在過去19個交易日 替會員創造了1164點 那麼20個交易日 1182點 到今天21個交易日 已經來到了1570點 如果你長期有在關注老師的節目 就知道我們這些所有的操作 都是百分之百真實 1570點代表呢 各位新台幣30萬 所以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跟著我們操作 已經有將近30萬的獲利了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按照過去所有的歷史 攤開來看 只有7月份-788點 其他每個月都有600 200 1100 5000 甚至有5000多點 代表那個月已經獲利超過100萬 那麼在上個月是正306點 再往前面看 也只有在過年2月份 出現負的186點 前面10月份2024點 11月份2400多點 12月956點 1月份600多點 也就是不管行情是走空 先蹲後跳 高檔震盪 這時候只要波動夠大 都帶給我們非常多賺錢的機會 除了當然這種震盪比較小的情況之下 我們能做的就是把虧損把它壓低 那麼現在我們千里眼波段 吹血統即將下架 老師要特別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很多人跟著我們進場來操作 但是由於進場的口述 大家同時進場口述相當的大 會造成滑架 所以老師為了維護會員的權益 所以必須要限制人數 那麼最後特別在開放10個朋友 跟著我們一起來操作 如果你想要跟著我們來做波段 想要行情大口咬 一定要把握最後的機會 只剩下幾個名額 行情變化萬千 決勝彈子之間 讓我用最專的方式 帶你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市場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對交易的熱情 用對方法找對老師 你隨時都有機會能夠東山再起 最後老師祝大家 天天做期貨 天天有收穫 我們下次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還未來優屬不去 對方法論 今宵